旅美教授陈时分日前指出新竹市长高宏安的博士论文有抄袭疑虑 被高宏安提告加重诽谤 经检方侦办之后确认不起诉 陈时分事后对高宏安提自诉诬告 今天下午首度开庭 双方也针对论文内容互有攻防 而陈时分更在庭上说了重话 表示抄袭就跟贪污一样 有抄就是抄 没有最低消费额 市长会担心想选情吗 面对媒体提问高宏安头也不回 坚定走上楼准备出庭 而对他提起诬告的旅美教授陈时分 很早就抵达法院准备 庭室已告 庭审后更怒呛高宏安证词偷换概念 他常常会有偷换概念跟扭曲的这个情形 讲了好多句不实的陈述 他一直在那边兜圈子 直到最后法官追问他才承认 两人在去年九合一大选期间就结下两子 当时陈时分在脸书上批评高宏安论文抄袭 遭对方提告诽谤不起诉后 陈时分提自诉诬告反击 双方首度开庭不断在论文战场上交锋 没有直接诬告重点 高宏安坚称他的博士论文 引用期刊的比例相当低 算不上抄袭 因此上次提告不算诬告 而陈时分更回击 抄袭跟贪污一样 没有最低消费额 官司安排12月再度开庭 事后高宏安并没有受访 而是由律师代为发言 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官司还要继续打 不过高宏安近一个月 可以说是官司缠身 眼看距离大选越来越近 种种正义都没结论 对选情会不会造成伤害 有待观察 记者三万人八脉王家 台北采访不到